一首飘 再首飘 为了公祝天上圣母 一千零六三岁圣诞 于国历四月二十一号到二十三号 农历三月二十一号到二十三号 在郊西无沙展览宫 举办尼玛祖来到顶的文化祭活动 无沙展览宫主委游建復表示 这三天的活动相当的精彩 包括汉阳北馆剧团的半仙演出外 也有林园半水仙 南亚戏剧团的大功仙 海神天后林末娘等演出 此外第二天还有神尊镇头的绕镜起架 活动精彩可惜 因为这次的努力 就是四五三船 的船来配合 我们祖祖的祖笔 我们这边的役場 这里严重 祖祖的祖笔 出来我们脚头来试试 来看一看 让我们的疫情 还可以感到最高 由于疫情的关系 庙方不敢大意 主委邮建復和卢主苏西一都表示 这次参与活动的人员都要有接种三剂疫苗的证明 镇头踩实名制 要携带黄卡 庙方也测量体温 准备防疫酒精来应对 我们用餐啦 我们跟这个 我们那种种什么 手也要洗乾淨 人要做会 是要更热热的 以为我们疫情不要扩大 大家平安 我们顺利 江西无沙泽南宫表示 位于无沙故居附近的泽南宫 所供奉的天上圣母是宜兰县第一尊的妈祖 由无沙在乾隆38年 西元1773年时 自福建漳州张普县宫请来台 并随无沙一路入肯蓝阳时 仍随身共寝入蓝 因此被称为看烂圣母 也希望这次的宜妈祖 兰临刀文化祭活动 能够保佑信众与地方 早日消除疫情 让地方重返安和乐利 国泰民安的生活 记者凡的会 宜兰三毛报道